过八位台风外游环流影响云林线从昨晚到今天上午持续出现了阵雨 清晨五点多菜农们冒雨抢收再刺同2.5公顷的空心菜 担心血本无归赶快请来清明工人夏田能抢多少算多少 大雨下可不停菜农们穿起了雨衣 清晨五点多赶紧夏田冒雨抢收空心菜 菜农们漏夜寻田就怕菜田积水蔬菜倒浮 受到八位台风影响云林线22号晚间到23号上午持续降雨 自从向不少菜农种植的蔬菜都出现倒浮的情况 担心血本无归有菜农赶紧找来清明工人帮忙抢收 今天下火了下火挡下去倒了 倒了还没倒 倒了还没想不好 之前的红苔还有三个月 蔡农表示蔬菜最怕下雨 尤其是空心菜 雨来若是长一点空心菜马上就会倒浮 不仅卖向差价格也会受影响 根据果菜市场的资料 目前蔬菜倒货量约700多公顿 比平时减少两成左右 包括空心菜油菜青江菜这三类较大宗的蔬菜 平均价格每公斤约33块钱左右 不过还算是平稳的中间价格 民众暂时可以放心 记者郭正义云林报道 不明 呢 平均仲格 谢谢大家